姚可以打爆勇士内线吗 若姚和灯联手 赢不了宇宙勇 OK的胡人能赢吗 鲨鱼可以打爆内线吗 鲨鱼啊 他没有那么可怕 当年那会儿呢 2000年初期 你以为没有书记统计呢 蒂姆邓肯真实运动率 都比那个奥尼尔低 而且俩人之间数次交手啊 那奥尼尔 你以为他见谁手是谁呢 包括打那个丹皮尔 为什么当年丹皮尔 号称自己是整个西部第二中方啊 因为他限制之下 奥尼尔啊 进攻真实命中率也就50%吧 那你说你说这点真实命中率 谁怕你啊 因为你发球不准 上发线呢 你当时你也发不进 就是两发中一 平时呢 你一场比赛啊 你没有那么多球权消化的回合 对方绕前呢 加几业联防 你咋进去啊 你运球又没有那么力出 所以也不好打的 你看当年奥尼尔打球赛 有时候也经常是什么 联赛只要一出台联防了 当时一场比赛就是二波粉 你就这点得分的话 你在现在 唐诗一样的 进攻输出我们一场比赛 你以为那你 绝对好死呢 现在防守体系多富少 动作一战联防 你哪有位置 又是绕前 又是加击的 你刚一接球 就往外传了 你这个跑的又慢 来回是 跟着这个 整个球队攻手转换 来回折盘跑 你吃的小吗 你之前姚明也讲过 就如果说放到 现在的小球时代的话 Rs比赛节奏太快 自己确实无力差语 那打个三五分钟 就累得一要吐了 那就得换下 一场比赛 你可能说也就打个 二十三十分钟 撑死了 你要是一场比赛 再打三十多分钟 那他就跑毁了吗 身体可能说就跑废了 大量伤病就找上你了 所以奥尼尔 如果在这个时代 面对金正尔士 勇士当时三剑客 汤姆森可能说相对弱点 另外那隔两 库里多兰特 真实命中率 都是70%的城市 远远超过奥尼尔 他进攻每一个回合 能转化的得分 奥尼尔当年如果打勇士 勇士还有帕卓里亚呢 地位还有几个 这个粗壮巨汉呢 也有几个七四成人呢 在配合成一加击 咋整啊 奥尼尔接球 能接那么利索吗 接不着 我告诉你 你现在哪有那种那些打法 你比如恩彼得 是不是厉害 那他真说在地位 一直想接球 哪有那么多机会啊 运起为什么 球权消化能力强 人家在湖顶就能运球 奥尼尔能做到吗 奥尼尔得下蹭 他才能运球 那你一场比赛 也就出手个 十六其次 再多都费劲 没有那么多球权给你 所以他打宇宙勇 他肯定打不过 OK组合打不过 姚明叫哈登也打不过 因为风格不行 姚明进攻 倒是能打 但是他还是嘛 那属于是古典打法 就那么头来头去的话 你一场比赛 二十次出手拿个二十五分 这能多大伤害性呢 那对方 奥尼尔二十次出手 可能都拿三十五分了 那你二十次出手 就拿二十五分 或者二十八分 有用吗 就用处不大呗 所以还是不行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